关于我才两天本来说是看到好些外国人 不过没特别正眼路 因为当时车镜里面真的超多 然后呢有网友说应该不是黑人 就是穆斯林 还真不是 因为平时确实黑人比较多 我路到过好多次有黑人的 然后当然也有其他的 但是我真的不是很熟外国人的长相 就单单是不是黑人 我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这肤色不一样吗 然后呢穆斯林我也能认出来 因为穆斯林特征也很明显 男的都会搭胡子一点 女的会有些头巾啊 什么裹着颜色一点 裹头巾的我有遇到过 但是呢 好像裹头巾的人什么样的都有 就我都不确定 他是不是真的只是防晒 然后就裹个头巾的 就是因为真的裹头巾的女的还挺多的 就但是他什么风格的都有 他裹的有的是花的胡哨的头巾的 有的是那种现代风的头巾 有的是真的是黑色的头巾的 这个 但是我觉得如果那个 呃就是就是出于宗教的那种过 我觉得应该可能会严谨一点 然后因为我不是很懂他的严谨的 那个界限在哪 然后就看呗 我后面我以前没捅过呀 我不是很那么那什么 我都是随手拍的 遇到就拍 所以如果有网友很关心的话 我可以以后下去统计一下 就是那些白人啊 嗯什么的 粉丝 关心的话我可以那什么 因为我印象里当时有个白人 他打电话都说中文 虽然有外国口音啊 就外国人讲中文都是那种 有一点那种找不着掉了那种口音 你知道的吧 就不会四声的那种 就是啊啊啊 他是不知道的 那种的感觉吧 或者是 就像咱们中国说英文 有好多人也会那个 就是哎这又出了一个什么 三明治 因为地铁口 经常有年轻人 卖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雷食 卖各种吃的 想吃